然后底下 我现在能不能直接这样运行 现在不行 因为你没bill的 就好像你写渣网或者写C++ 你写完了以后 因为你写浏览器写时间长了以后 写完了以后直接就能运行 现在就多了一步 就是说你想想 这个京东给你送来的生的鱼和肉 给你搁在家里 厨子不给你做 你能吃吗 对吧 原来你是生吃的西红柿和黄 没问题 现在中间有了厨子以后 京东只给你送肉和鱼 都是生的 而且是冰冻的 好 这个水饺也是速冻了 不煮没法吃 好 而且你又不会做饭 你必须让厨子给你做 所以这个过程中 你必须先编译 那编译怎么编译 把这个抓回来 打YPAC 回车 挡着 哦 好 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个错误出来了 为什么说我梦寐以求的第一个错误出来了 你看啊 appropriate loader to handle this file type 他告诉你说 s.srcindex.js5.4 这个位置 他有错 为什么 我们回去看 其实你就明白了 这个东西是啥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js 对吧 正常来讲 你如果 因为我们没装 bondle那些东西 bondle现在没有 你写这东西 JavaScript要认 那我就跳河去了 那就不对了 那就对吧 所以那怎么办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安装这个东西 开始安装bible 安装bible的时候 我们就按钢地走了 我们就不矫情这事了 怎么装 CNPM 说一点啊 这个安装的过程 第一个一个字幕都不许错 所以敲完以后 仔仔细细看两遍 错了 没法回滚 你要说 这个懈怠 因为他 他底下 刚才我其实给你看了 他的安装过程 是一个竖状的过程 他的 然而他删除的时候 也是不管不顾的 他不是说有人依赖 他就不给你删 这个WIPAC做的 其实挺水的 就是你说删 他切哗啦 都给你删掉 然后有一些依赖就没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里边不能错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装了一包的时候 不允许中断 我原来 我其实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最早接触的东西 我就踩过好几个坑 我看打错了 赶紧CNTROL C 然后切断 切断以后 我告诉你回去 就会报一大堆吸气 无外错 说这包没有 那包没有 所以这里边 不允许 不允许 CNTR C 不允许中断 也不允许 这个打错 那么好 我们来看哈 CNPM Bible 然后 减号loader D E2 我搁在这边打了 我这边看着 能舒服一点 I Bible -loader Loader 然后是 Bible Core 然后是 at Bible Preset Env 然后 是 at Bible Preset React -D 看一下啊 有没有错啊 拉扁一点 CNPM CNPM I Bible Loader Bible Core Bible Preset Env Bible Preset React 好 开始安装 嗯 啊 这才开始安装 然后说一下 这几个包都干嘛呢 每一个包里边 都需要一个loader Webpack 最基本的思路 是说我要去 啊 这么快就做完了 啊 这有一个warning啊 warning不重要啊 没事啊 Webpack 在最基本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叫做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loader loader 其实就是把 刚才我们说的 看不懂的东西 变成看得懂的 这个叫loader 搞得清楚吧 那么 啊 Bible Core呢 是它的核心 也就是Bible 所有的 刚才我们原来有个 Bible Standalone Bible Standalone 是把好几个 Bible 东西 搁在一起 然后你直接能用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其实来讲 就把它打散了 那么loader 这个东西 是跟webpack 是跟这些东西 呃 弄得这S 跟他们打交道的 所以它是个桥梁 然后Bible Core呢 是真正的核心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浏览器 很多浏览器 连ES6 都看不懂 当然Chrome 是可以看得懂 ES6的 但是有一些ES6 像Import 这种 它也看不懂 那么好 如何把这些ES6 看不懂的东西 变成能看得懂的ES5 它靠 Bible 杠 preset env 靠这个东西 来 就是 来翻译 它其实就是个翻译 它就是个搬运工 好吧 它不创造代码 它是代码 是搬运工 然后除了 那个搬运以外 它里边还做一些 翻译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让我们最纠结的 就是JSX JSX 是preset react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里面 这个东西的话 你必须把这个包装上 你不装这包 玩不转 好 我们现在把它成功 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以后呢 然后 但是我们还得配 你不配 你不配YPAC 这个事情是 这个事情是 结束不了的 好吧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配它 我们把这个 拖一点糖啊 我们可能得 我们今天 怎么也得把 hello跑起来 这东西确实有点多 到output这 完事以后 好 打一个 打一个逗号 开始有module module里边来讲 首先要有什么 要Rules 你说它为什么是这样 人家规定的 你就记住就完了 然后在Rules里边的来讲呢 这里边其实是有多条 但现在我们只有这么一条 所以先把它放在这 第一个 我们要处理的 是要把能把JS 或者ES6 以及JSX 我们要能 JSX 我们要能把它翻译成 浏览器吃的掉的样子 怎么做 这个地方 一个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呢 做下去以后是test 这个地方 第一个是test 这个其实是正则表达式啊 我要说 这是个正则表达式 所以你看底下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正则表达式 忘了同学自己再去看一下啊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那么首先什么样的文件 它能够支持呢 就是 JS 其实是点JS 或者是 呃 杠 点JSX 但是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X 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 这个知道啥意思吧 就是这S可有可无 也就是我既支持点JS 也支持点JSX的文件 就是这两种格式 我都支持 好吧 然后在这打一个豆点 然后use use是讲底 这个loader怎么配 好 use怎么配 loader loader用的是 bible loader 理解不了 这就是定义 定义出来就这样了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options 这是一个选项 底下这个地方 是pre set 这么说 能理解的地方 我都给你们说出来 理解了 剩下的部分 只能死定位了 其实来讲 大家也不用担心 未来其实我们有更好的 其实有脚手架 去做这事 不用 在里边搞这种东西 pre set react 把这个搁进去 好 有没有拼错 这个拼错了 可就聊不到了 这个拼错了 基本上是 报错的地方 也看不太出来 是什么 就 完全拼经验 逗号什么的 看看 好 这个基本是OK的 好 其他的都没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安装完 眼内什么完 然后我把它保存 保存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它来拿起来 跑一下 好 还是webpack 好 成功了 看到吗 webbl node code generator 反正 你们没有红的 然后呢 我们到这来看 这个地方 把它收起来 03收起来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多了一个build 看到吗 这多一个bongo.js 你可以打开它 这个就是build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东西 才是浏览器 能吃下去的 但你看完以后 你觉得更晕了 是吧 我们回头再说 这里面是 这都是些什么鬼东西 我们 比较着急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时候 因为你已经build的完了 这个 这个是那个 生菜 哪个是生菜 要讲解 这是那生肉生鱼啊 然后这个是菜谱 这个是那个做菜的办法 然后怎么去弄 然后这个html 在它只和build的底下 在bongo bongo是做熟的菜 做熟的菜 这个东西可以送到 可以送上去 然后可以用了 明白吧 那么我们看 看哪个 open with live server 这个 哈喽喽出来了吧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 打开看一眼 是吧 但是这有个错 这可以不用管 你再一刷它就没了 好吧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network组成 它其实来讲 在这呢 只有一个index.js 然后bundle.js 它其实没别的 sauce 我可以看一下sauce 能理解吧 那么所以整个这块的 来讲呢 这是我们 未来webpack 始终webpack以后呢 我们会 告别原先的那种 写东西的方式 这个要说一点 我多说一点 webpack 其实别管你喜欢它 或者不喜欢它 那么在现在的工作场景里 已经开始使用的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跟view和react 大量使用有关 当然也和整个这个组件化 对于整个前端工程化 组件化的升级 都是相关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来讲是一个趋势 那么未来前端工程师 是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的 view的话有手脚架 react其实也有手脚架 不需要自己在底下 这么写webpack 当然每个公司呢 搞不好 也会拿出一些 其实手脚架就是 就是把刚才的这个东西 手一个字 一个字敲的东西 它最后给你弄个 弄个工具 一次性的给你装好 乱七八糟的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么样子 但是有 这么说吧 每一个公司 百度 阿里 腾讯 全都有自己的 这个内部的这种工具 所以如果你真见到大公司呢 你可能还是得去 用公司里边的 已有的一些工具 他们的工具会集成更多的东西 然后呢 但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会要脱离原来那种 这种纯内什么的开发模式 而升级到webpack的模式 所以现在的前端的 未来主要工作 可能是你要 play with the webpack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东西你必须会 但是来讲呢 就是传统的那个脚本的模式 你也要会 因为那个是基础 你要知道它编译完 那是那个样子 然后呢 只是在webpack在上面 加了一个过程 然后把ES6 JS插着这些东西 全都放在那 然后编译 产生这样的结果 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过程 比如JS的压缩 CSS 还包括LESS 这些或者SaaS 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来讲 是我们介绍webpack 一个很重要的点 大家这个也是要求大家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